南投县议会第六次定期会 今天进入第一小组审查的议程 就近来大普里地区测量人员缺乏的问题 希望县府地震处能够改善 并建议是否可以与学校建教合作 将学生当作储备人员训练 以解决人员不足的问题 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去跟他们参照 如果说他三年了 他没还继续设施 是不是跟我们来建教合作 我们跟邀请来跟我们地区测量员 共同我们来教他们要如何来测量 我们要来开口 拜六礼拜有意义管理 有意义心要来做 是不是都来开口来教 教给他那些 拜他必须 我们就来请他来我们的测量员 对于测量人员不足的问题 议长何松峰也建议宪府 在人力以及设备上要尽量补足 不能罔顾百姓的权益 让他们自己 一个大学生说 一个比较 在我做的还有三四万人的做 那也拖得掉 你们是七两万 平均配两个所谓 七两万我们要不把我们市民 叫他带三个 他需要做三七两万 我们工作人员比较多 两百万有三 我希望人数和国省这个问题 国省最高 炒顿看 别说炒顿 他们本来这些人就做这些工作而已 你记住国省也是这些人 需要我们的保障也没关系 对吧 不要分了 不要分说那要两个的 我这十五天二十天 这很简单 而因为原住民土地使用权 继承手续繁杂 容易造成仍耐乡亲的困扰 县议员廖文贤 也建议简化申请程序 让乡亲都能够顺利来办理 原住民申请后 相关去审查 去审刊 完了以后 他要提交到土地审查委员会 来开会的审查委员 人数不足 不到法定的人数 这又拖了一个月 他每个月才开一次 所以这里面 希望你去派你们的主管的单位 去辅导 怎么样来简化 我们这个人民申请案件 不管是设定他向权利也好 耕作钱 地上钱 农育钱 或是土地所有钱的取得也好 这个时间太久了 所以老百姓都每次都向我反应 由于大埔里地区多山区 对于测量人员的案件执行上 常常会遇到很大的困扰 也造成测量人员留不住的窘境 也希望县府相关单位 能够重视测量人员不足的问题 以保障县民的权益 记者 陈伟一南投县议会采访报导